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弟兄姐妹族内平安 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叫 《有礼有面的信仰》 儿化音的有礼有面 有礼有面的信仰 里里外外 我们请打开马可福音第七章的一到二十三节 我们手中的单页上 也有这段经文 马可福音第七章 一到二十三节 经文比较长 听我把经文给大家读出来 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 有法利塞人和几个文士 从耶路撒冷来 到耶稣那里聚集 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 有人用俗手 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 原来法利塞人和犹太人 都举手古人的遗传 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 从世上来若不洗玉也不吃饭 还有好些别的规矩 他们历代举手 就是洗杯冠同气等物 法利塞人和文士问他 问他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 用俗手吃饭呢 耶稣说 以色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圣者 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如经上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讲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 举手人的遗传 又说 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 要守自己的遗传 摩西说 当孝定父母 又说咒骂父母的 必致死他 你们道说 人若对父母说 我当奉给你的 已经做了隔板 隔板就是贡献的意思 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 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 废了神的道 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也要明白 从外面进去的不能误会人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 乃能误会人 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 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 其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误会人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 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 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能误会人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 苟合 偷盗凶杀 奸瘾贪婪 邪恶诡诈 隐荡嫉妒 毁谤骄傲狂妄 这一切的恶 都是从里面出来的 且能误会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每一次读完你的话 我们都愿意闭上眼睛来祷告 是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 若不是你的圣灵的引导 没有人就可以能明白 即使明白了 也只是知识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的生命需要你的道 需要你的光照 需要你向我们说话 免得我们里面成就 免得我们里面被很多的污秽肮脏 已经污染了 而我们却不晓得 天父求你的话 今天能够像两刃的剑一样 抛开我们的骨结和骨髓 尤其是求你用你的炭火 洁净你讲员的水 让他讲的话是从你而来的 求你也除去他人的任何意思 使你的真理在我们中间畅行鼓鼠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我们进入到了 马可福音第七章 在马可福音的一到六章 就是七章之前 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服饰 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 人的外在的光景 人外在的困难 到了第七章的一到二十三节 耶稣开始处理人里面的状况 耶稣带给我们一个观念 就是从里面出来的才是污秽的根源 也就是说外面的身体的残疾 外在的状况 我们花再多时间去处理 如果里面不清洁的话 是没有办法的 二十四节到了三十节 耶稣就把自己当作是生命的粮 他告诉别人说 你的污秽的根源是你的内心 那解决你内心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粮 因为只有耶稣 才是真正的供灵 其实这一章圣经带给我们一个原子 或者说一个生命的进度 就是人不认识到自己的罪 人就不会觉得生命的粮 有什么样的宝贵 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好 人才能够更多需要 耶稣基督的保血的遮盖 马可福音第七章所形容的 是人内心里面的情况 马可福音第七章 不但告诉我们人的心是邪恶的 也同样告诉我们说 只讲道理是不够的 因为你的问题不是耳朵的知识不够 而是心里发出的问题要对付 因此基督徒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的问题 就是要对付你的心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马可福音真的不是一个将理论的一卷书 他讲实际 他讲到我们内在的真实的状况 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感觉 所以要把那些反对者心里面的问题 能够做一个诊断 所以一到二十三节实际上说到了三件事 哪三件事呢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只有主的诫命 也就是主的话 是我们生命的根本 是上帝的道 人呢 要抵挡上帝的道的方式 就是人的传统 人的传统是什么 我们以后再去讲 人心里面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刚才讲说 其实一到二十三节三件事 第一件事 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是什么 而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的反对者 就是我们对传统的坚持 而第三个问题就是 耶稣把我们内心里面的光景显明出来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 耶稣呢 要带我们去思考 而这件事情的引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什么事呢 就是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吃饭的时候 没有仔细的洗手 不见得没有洗手 这里特别加了一个词 就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照着他们的传统的方式 我不知道是正面搓几下 反面搓几下 然后指甲之间怎么搓 我不知道 他们可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矩 然后没有洗干净 而对耶稣的门徒来说 要吃饭 而法利赛人就会说 他没有按照规则把手洗完整 所以那个手叫什么手 叫俗手 什么是俗手 就是俗人啊 俗的对立面是什么 就是剩嘛 就那个手不剩 以前那个有个郭德纲讲相声 说叫三俗 没有按照规则把手洗干净 没有打到干净 而那个干净有可能就是说 在门徒认为已经够干净了 细菌已经OK了 但是按照法利赛人的观点来说 洗手不是要把细菌除掉这么简单 还是要完成一个圣洁的程序 一个圣洁的礼仪 哎 他们拿来就讲事 然后问耶稣说 哎 你的门徒的手不圣洁 你没有照着规则把手这样去洗出来 第二件事情呢 耶稣就开始回应 耶稣就咚咚咚讲了一大堆 我们看起来似乎耶稣显得很激动一样 讲完以后又出了另外一个背景 叫戈尔板 戈尔板 戈尔板 这个开始这个名字很特别 戈尔板的意思是贡献的意思 是贡献的意思 戈尔板呢可以作为贡献 或者是献给上帝的意思 它这个是有一个背景 如果一个人的父母 有需要向他的儿子求帮助的话 这个人想逃避孝敬父母的责任 他就做一个方法 说他就把他的钱财和产业奉献给圣殿 奉献给圣殿 然后他的产业就变成了戈尔板 那这样的话 还有一个转变 比方说我现在把我的钱 把我的产业 把我的东西 然后捐给圣殿 那谁在管理 你觉得是圣殿在管理吗 其实不是圣殿去管理 而是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 跟爸妈妈妈说 抱歉我没钱 那你没钱呢 你的账户还有钱是谁的 你的产业是谁的 可以理直气壮的讲一句话说 那是谁的 那是上帝的 那是上帝的 我岂能拿上帝的钱拿来给我父母呢 这是他们的逻辑 我不可以把上帝的钱拿来给我父母 这是他们的 他们的 他可以对父母说 对不起 我没有什么帮助你 因为我所有的都已经奉献给上帝了 这个话我听到过 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个谁啊 我们去拜访这个 咱们教会的一个执事 叫Ben Wilson 他跟我们讲了一个见证 讲了一个见证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 他们在一个 白布什达的一个查经班里面 有一个人呢 应该是当时他的经济状况很好 很多地 很多产业 然后呢 有人就跟他谈奉献的问题 他呢 就理直气壮地讲说 为什么要谈十分之一的奉献 为什么要谈奉献 不用谈奉献 为什么 为什么不要谈奉献 他的理由很简单 我所有的 都是上帝的 我的都是上帝的 连我都是上帝的 然后还在 专门在哪一个数字 拿十分之一或者怎么样 所以呢 这个故事的结尾 结论是这样的 到后来 经过九八年的 经济危机的时候呢 上帝就说 OK 你说过 你的都是 你的都是我的 对不对 所以九八危机来了 好 那我就把我的笼拿走 真的就给他拿走了 真的就拿走了 所以他的状况很 很麻烦 所以这里的一个原则就是说 其实是他们用 利用遵守 礼仪的形式 来逃避孝敬父母的责任 这是他们的方法了 另外 哥尔板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意思是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 哥尔板是一个誓言 这个人呢 将启示把财务献给圣殿 献给了圣殿 那献给圣殿以后呢 他 他一唱着就说 哥 我要奉献给你 然后这个人就很感动 很感动以后呢 就说主啊 我把我的产业 全部奉献给圣殿 那么就跟祭祀去说了 跟法利塞人说了 那奉殿 圣殿的人就说 OK那 好 你就把你的 你的这个 全全拿来 这个时候呢 他后来 他良心可能有发现 他就说 我全把我的产业给上帝 现在我妈妈住院了 我需要拿一些钱呢 去 去孝敬父母 所以我想改变 我的初衷 我想改变 我的原来 那个誓言 然后他们就要去问 这些法利塞人啊 或者是文士 如果是 这一个人说 他要全部问 你觉得问法利塞人和文士 他们会怎么说 文士法利塞人 你可能就说 对不起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律法说 起了事 就不可以 背试 你像上帝 说过 民数记第 三十章的第二节 是这么说的 人若向耶和华 起誓 许愿 要约束自己 不可失言 要照着口中 说的一切话就行 你既起了事 绝不可以背试 所以 你不可以再把 你的产业拿去给你的 父母 我怀疑 可能是这个观点 所以耶稣在指责谁呢 指责文士和法利塞人说 其实你们利用 解说和传统 强迫一个人不去 孝敬父母 即使他悔改了 也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这是经文中的一些背景了 我今天带给大家两个题目 一个题目是说 用真理活住信仰 而不是用传统去逃避责任 而在这段经文中 其实很重要的一句话说 耶稣说一个真实的信仰 应该有一个表现 那真实信仰的表现 应该是什么呢 他应该有个表现就是 高举神的话 胜过一切 高举神的话胜过一切 照着神的话 让神的话超越一切 第二个 一个真信仰的话 他应该要小心 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人很容易用人的话 去代替神的话 第三个状况就是 讲什么呢 其实一个真实的信仰 一个真正照着上帝话语 而活出来的生命 应该有一个表现 荣耀上帝 对人有益处 而抵挡上帝的话语的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呢 而耶稣说传统 传统 犹太人有他的传统 我们中国人也有 我们自己的传统 好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马上要过菲律宾的 王人节 你知道吗 王人节就是西方的 万圣节 万圣节是说 鬼都跑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菲律宾很多人 把自己的家里弄的 弄上很多的鬼 鬼的这些东西 OK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基督徒 可以这样布置吗 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 布置你的家 不可以 不可以 看起来不可以是多数 为什么不可以 找鬼 为什么不可以 不合乎真理 怎么不合乎真理 OK 照着你说想的 我同意 你说不可以就不可以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 如果我们不布置还这么 就是不布置这个东西 你还有权力 那是你的家的话 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王仁节我们不扫墓的话 清明节你要不要扫墓 还记得吗 红桃今天来了没有 我看圣男来了 红桃没有来是吧 那红桃讲了一个故事 给我们听说 他的爸爸非常孝敬 然后他爸爸呢 就说你是他们家 威仪的男生 一定要去给你爷爷扫墓 然后呢 他这些年就在国外 到处求学 这个生活 一直没有赶上机会 结果呢 有一天 正好那一天 他在青岛 然后爸爸突然告诉他说 明天是爷爷的忌日 正好你在 这么多年了 你都没有给你爷爷去扫墓 来吧 我们一起要去给爷爷去扫墓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办 红桃的说法是 讲了各种理由 这个说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也没有用 后来他就进房间 做了一个祷告 感谢上帝 第二天 这个瓢泊大雨 然后去墓地的 这个泥泞小路 也走不了 也没法开车 所以呢 他的结论是 感谢上帝 把你的难处告诉上帝 上帝都会帮助你 但也有人说 哈雷路亚 侥幸逃过一劫 有没有逃不过去的时候 逃不过去怎么办 你祷告了一下午 第二天没下雨 那怎么办 上帝不是讲爱吗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一些 传统和上帝的话语 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区别 我还说 我只是拿这件事 给大家做一个例子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一些概念 第一个 能不能把孝敬和崇拜 划为等号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崇拜 祭拜 不等同于孝敬 孝敬和祭拜 不应该划等号 这是要知道的一个 第二个 祭祖和纪念 不应该划等号 祭祖和纪念 不应该划等号 所以反过来会说 基督徒不要祭祖 但是基督徒不可以不纪念 基督徒 不可以 基督徒可以不祭拜 但是基督徒不可以拨孝敬 但是大家要注意 其实很多时候 那你说没办法 因为他们会把 他们会把祭祖跟纪念祖先连在一块 他们说纪念祖先的方式就是要去祭拜祖先 那如果你纪念的方式够大 其实你在纪念的方式上的权力就更大 你在孝敬上的尽心越多 你在孝敬的方式上的表达的权力就会更大 其实人论和道德不分是很多人的麻烦 其实祭祖是一个方式 然后呢 纪念是一个态度 所以方式可以转换 态度不可以转变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祭祀的本意是敬天 明德敬效报奔反尸 然后纪念祖先是对活着的人的一个尊重 但是我们需要去了解有些事物 而不是把那个形式绝对化了 一般的人祭拜祖先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了 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说 对未来对一些不知道的事情有些害怕 然后充满一些迷信 想象中死去的人就变成了鬼 然后你不给他吃饭 他就会来敲你的门 然后呢 失误了以后 你没有去看他 他就来看你 所以你最 那鬼就 鬼就没有人 没有格调了 一般的人说 你不来看我 我们人一般怎么说 如果我们人和人之间相处 你不来看我 我们都会很有志气嘛 我们很有格调说 你不看我 我也不看你 然后呢 我们给鬼的 我们会把鬼的理解说 鬼很烂 鬼很烂的 我们不去看他 鬼说 你不看我 我去看你 我一直不看你 我一直去看你 这是人想象出来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或者是有一些迷信在里面 就是期待死去的人 会保佑活着的人 但圣经的观点很清楚 人就是人 人就是人 鬼就是鬼 神就是神 是不一样的 鬼不是人面的 神也不是人造的 人就是人 神就是神 鬼就是鬼 第二个 为了表达对祖先的孝敬 中国人其实我们文化里面 很注重孝道 讲究圣众 圣忠 然后呢 追远 表现在行动上 我们会有些去敬拜 那关于这一点呢 其实我们需要很小心 我们需要很小心 能够纪念 而不纪念 然后呢 把握原则 而转换方式 转换方式 所以其实我 我自己一直觉得是说 如果在祭日里面 有一个追思的礼拜 有一个感恩的礼拜 有一个有一个全家的团圆 其实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方式 并且也是成为一个很有见证的方式 然后用一些保护环境的一些转换方式 然后先花很多这些东西 取代我们传统认为的这些烧啊 这些瓣 其实对我们活出一个上帝话语的原则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上帝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不可以用人的传统 取代上帝的诫命 因为上帝的诫命的总纲是什么 就是爱 上帝的诫命的总纲就是爱 如果背弃了爱 我们只是为了去逃避 而去找到一个借口 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去思想的 因此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任何的做事 应当活出一个爱的原则 活出一个爱的标准来 而耶稣的挑战是说 要用神的话语 要用真理把你的信仰活出来 而不是用传统去逃避我们该承担的责任 而承担的责任 第二个方面 我们要去思考的话题是 用圣洁转化生命 而不是用食物来操练身体 我呢 这个2016年 还有按杨理来讲 还有两个月 到2016年 我就开始要过四十大寿了 也开始进入四了 虽然一直不想找虚岁 一直用十岁 然后呢 再实在一点 奔着山不走 但是明年应该还是 毫不犹豫地被踢进去 那被踢进去以后呢 有一段时间呢 我就在今年二三月份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件事 就做了一个体检 很简单的体检 体检一简呢 说我的胆固醇有点高 说胆固醇有点高 后来我想胆固醇有点高 那怎么办 然后我们家里就开始有 卖片粥了 然后又卖片粥 又开始有柠檬 然后呢 又开始 要 要这个 然后呢 我太太也打了一张表 胆固醇表 鸡蛋的胆固醇是多少 猪脑的胆固醇是多少 这个各样的胆固醇是多少 然后呢 也开始说 以前的时候 这个教会有一个阿姨 有时候会拿一点 优沙那的这个营养品给我 我呢 一直觉得吃 吃这个几个 我心里会觉得 那是在吃药 所以我对那几个药片 我觉得吃进去 心理上面是有一些挑战 所以我每一次看到那个张先生 拿那个 拿那个 汤勺 一个拿起来 感觉跟吃点心 跟吃糖豆一样 我就觉得 哇 张先生 我好佩服你 我好佩服你 但是后来呢 我就看说 我说阿姨 你给我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 还没过期的 我很多都是过期的 赶紧找出来 说 好 我也开始 吃一个半个的 原因我们会觉得说 哇 身体 很特别 身体很重要 我到阿拉邦去查经呢 那个家庭的Jals 最近跟我推 一直在推广 说 你是不是吃饭的时候 先吃水果 我说是 错了 不应该先吃水果 吃饭咋能先吃水果呢 然后呢 我说我刚学的 养生的方法 吃饭要先吃水果 水果错了 然后又给我一些 YouTuber 让我去看说 吃饭应当先吃一些 蛋白质类的 然后 然后怎样 怎样 怎样 在下呢 其实 最早的时候 深受影响的是 我想台湾来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一个印象 有一个人叫林光长 号称排毒教父 排毒教父 据说他在湖南 讲了两课以后 湖南的红薯 就是地瓜 价格增长了三倍 然后跑到沈阳去 讲了 辽宁讲了两次以后 OK 造成了牛奶的滞销 牛奶卖不下去 为什么呢 他的理论是 牛奶是给牛喝的 不是人喝的 所以大家就不喝牛奶 那什么贵了呢 红薯贵了 地瓜贵了 那有些东西要吃 我记得我印象中是2006年 我记得说 他有个东西 我一直很难贯彻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很多传道人就开始 在家里清水煮蔬菜 然后买那种什么东西 可以把蔬菜放进去 排农药 排毒 然后大家一直要 很多 很多这样的理论 有的就特别在意 这样那样 我一直很难接受一件事 就是 这个香蕉要让我们带着皮吃 然后连香蕉皮也要吃掉 为什么呢 因为皮是最好的 任何的皮都是好的 然后很多的一些 一些概念 然后呢 这个 我看着大家就是很多人 这个眼睛都吃绿了 然后呢 排毒 21天排毒 每天如何如何如何 OK 也有人教导我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要想活得久 你要注意 八字真言 你们要不要听 要听啊 八字真言 第一 蛇 食 不是 衣食 衣是蚂蚁的乙 底下还有经文 真言书 把圣语中所有给蚂蚁的经文 放在这一层里 然后用蚂蚁是什么呢 要学衣食 衣食其实简单 就是慢慢地吃饭 细嚼慢咽 那我不是 我不是这个 我是猪尺 饭一来一下 几口就没了 要像蚂蚁那样地吃东西 慢慢地吃 一直不停地吃 然后呢 不要吃饱 这是在讲话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叫猴行 猴行 猴子行 猴子行就是 不好好走 不好好走的意思就是 不要坐在那边 猴子的屁股怎么样 就是坐不住嘛 猴子的屁股坐不住 所以第二大话就是说 要像猴子一样 要怎么样 要一直动 要一直活动 要伸展 然后 反正就是 就是站没站相 坐没坐相 然后这样的人就能长手 然后坐在那里 还在跳到 不能一坐在那里 认认真正的一坐 三小时 你就出毛病 所以要 衣食 要猴行 要归 无归的归 像乌龟那样 没有欲望 然后乌龟那样 一趴 你也不知道 他是死还是活 对不对 乌龟往那一趴 一天该不吃东西 然后呢 你踢着一脚 他把脖子伸一下 把眼睛睁一下 然后又回去 他的意思是说 要安静 我就搞不懂说 又让我想猴子 又让我想乌龟 我这个该 我这个该怎么协调 什么时候想乌龟 什么时候想猴子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所以要归欲 他讲的一个 清心寡欲 与世无争 看淡一切 这是他的想法 最后一个呢 就很有意思 要同心 要同心像小孩那样的心 小孩不记仇嘛 但我觉得小孩不记仇 那小孩的脸 说变又变嘛 那你说 情绪反复无常 这叫长寿 不管怎样 其实耶稣在这里 重点讲了一个 重要的东西说 洗手吃饭这件事 耶稣讲的是说 入口的 不 污秽人 出口的餐 污秽人 耶稣其实讲了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其实耶稣在这里 不是将养生客 你注意 耶稣不是在这里 讲养生客 在下不是反对吃素 在下也不是反对养生 我也不是反对说 我们应当有一些 该一些维他命要吃 注意 耶稣在这里 不是讲这个 耶稣是在这里讲 一个基督徒的圣洁生活 是透过什么来表现出来 是透过什么来活出来 耶稣说 心中的误会 误会 才是 真的误会 真正的圣洁是什么 是人心里面的 圣洁 所以 真正的圣洁 跟环境没关系 跟人没关系 你知道上帝问亚当的时候说 亚当你为什么会犯罪 亚当怎么说 亚当说 我误会 我现在误会了吗 我为什么误会 他传染了我吗 谁传染了我 我太太吗 对不对 我其实跟别的人相处都没问题的 为什么跟你在一块我就受不了 上帝说对了 因为 因为就是造了她来帮助你 上帝就是造了太太来帮助我们 所以太太是最了解我们的所有状况的 所以我太太坐在下面很紧张 来 我们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 是我小时候经常看的 这就是有名的红富士苹果 有名的红富士苹果 在我的家乡很多树枝 会探出这个 底下都是鹿 然后呢 果农没有办法 就拿一个枝 把这个把果汁撑起来 因为本来苹果 苹果会达到头 因为每家都有 遍地都是 所以没有人摘 也没有人摘 如果你去摘谁家的苹果 谁看到就说 哇 很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你要吃我们家的苹果吗 所以我们的苹果要是收完了以后 你如果带一个水果刀的话 你想吃什么水果都有 为什么 因为光剩的都太多了 很多很多 非常漂亮 但是水果非常的红 其实它的红是一个礼拜变成的 一个礼拜前其实是白的 因为它是套着一个袋 套着一个袋 没有颜色 然后呢 等把袋一摘掉 然后呢 一吸力一拼 然后呢 它就开始上色 就变成红通通的 红富士 但是注意看下一个苹果 这个苹果我们吃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这种苹果呢 它的病叫霉心病 霉是草莓的霉 心大的心叫霉心病 霉心病就是在 苹果受粉的时候 开花受粉的时候呢 细菌寄生在它的花蕊里面 寄生在它的里面 然后呢 等苹果长大以后呢 它的糖分和它的 它在成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这个细菌会活起来 所以导致它的心脏会坏掉 会坏掉 外面很漂亮 外面很好 我应该还有一张 对不对 没有啊 就是这一张 这种状况 就是耶稣所讲的一件事 真正的误会 真正的麻烦 是这个问题 是这个问题 红富士 当然 红富士苹果呢 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 别的品种很严重 所以真正的误会 是在哪里呢 是在人的心中 真正让我们处麻烦的 是我们自己 大家注意哈 其实我们不是被影响坏的 我们本来就很坏 我们不是被影响的贪恋了 只是环境给了我们空间 所以人有钱的时候容易变坏 还是没有钱的时候变坏 我告诉大家 有钱没钱你都很坏 只是没钱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机会坏 你没有那个条件坏 能懂这个意思吗 你没钱的时候也很坏 有钱的时候也很坏 那为什么有钱的时候 就变得显得很坏呢 是因为有钱的时候 你就有了条件 可以把你的坏 可以彰显出来 所以有权力的时候 可以让你有机会 把你的坏表达出来 所以不是说你有了钱 有了权力才坏的 是你一直就很坏 你只是没有那个条件 和机会去谈 没有机会条件去嫉妒 没有机会和条件 所以有人就说了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我们单靠耶和华 旁边有个人就说 对啊你也没车没马 你不靠耶和华靠什么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说 圣经为什么讲了有钱的人 讲了很多话 原因就是因为有钱的人 是有车有马的 没钱的人是容易依靠 为什么 因为死路一条嘛 华山就这一条道嘛 而是你有第二条道的时候 你是不露这条的 你一定会去想办法 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 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真正的污秽是我们的心 真正让我们老化的是我们的心 真正的让我们产生问题的是我们的心 因此你早一点对付 你就早一点没问题 所以的污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私欲 有些人 有些人表面上是这样 后面是另外一样 耶稣讲的说 出口的他是污秽人 我今天呢 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这件西装你们看 我想可能多人一看过 穿过七八年 这件西服呢 我今天做了一点特别的感动 我这样穿着还可以 反应怎么这么慢 应该还不错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呢 就做了一点改动 这是我西装第一次的改动 其实我里面穿了一个衬衫 我知道衬衫稍微有点大 但是也可以穿 这个领带也是个简单的领带 但是人呢好看 反正穿什么也都无所谓 但是重要的是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 外面我们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翻过来 当面都一 只要一路常态 其实我们翻过来的时候 可能是这个样子 当我们把它翻过来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里面是这个样子 哪些样子呢 就是耶稣在这里 跟我们讲的这些问题 哪些问题呢 耶稣在这里 跟我们讲的一大串 而这些问题 可能会在 我们可能会在包装得很好 我们可以藏在里面 但是耶稣说 不要花功夫 不要花太多功夫 只是放在你的外面 但是你要注意 你的根基是什么 里面 能污染我们自己 是我们里面 其实你论断我 你批评我 你毁谤我 你所我坏 各位 你所我坏 你没有办法让我变坏 注意 你没有办法让我变坏 没有人可以能让我变坏 变坏是我的选择 能懂吗 变坏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选择 要变坏 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选择 要贪心 那你说 要不是周辉 你这样气我 我怎么会这样暴跳如雷 是不是 开玩笑啊 是你这样这个 是因为你 我才是这样 注意 他是可能可气 是他可能会激动你 但是是我做了一个选择 选择了什么 我选择了凶杀 我选择了暴怒 我选择了贪心 是网 是这些网络的色情的东西在那边 让我们已乱 但是是我们做了一个选择 我们愿意停留在那里 我们愿意再去 是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 但是是我做了一个选择说 我愿意让我这样腐烂下去 因为我觉得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反过来穿 我还可以把它包装起来 耶稣说 这个你才是需要认真和小心的 要不然的话 我们外面穿的是这样 那我们的里面是这样的时候 耶稣用了这么大的名字 其实蛮多名字都是 比方说像隐乱和坚毅 其实是一样 耶稣把这些名单全列出来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是说 里面的才是可怕的 灯下黑的才是可怕的 因此我们不能够为我们的问题 去找任何的借口来作为推脱 所以求助帮助我们 最后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这个故事我看了非常的感动 有一天有一个白人的妈妈 带着一个六岁大的儿子 出去去坐出租车 坐那个taxi 然后呢他们也并不知道哪一部车 所以他们这个妈妈就开始 张春就把那个车拦下来 拦下来 那拦下来以后呢 结果发现那个车里的 那个开车的那个司机 是一个黑人 长得黑嘟嘟的 黑的流油 长得非常黑 然后呢这个六岁的孩子呢 就看着这个黑的流油的这个司机 长得又很大 然后心中就非常害怕 然后呢他就跟着妈妈说 妈妈 他是不是个坏人 因为他是个小孩子 然后就问他妈妈 当然司机在前面开车 然后妈妈说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坏人 然后呢妈妈说 不他不是坏人 然后妈妈就会 然后这个小孩子就会说 那如果他不是坏人 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 上帝惩罚他 这个小孩问问他的妈妈 上帝在惩罚他 你说这个黑人在前面开着车 眼泪就打转了 你知道吗 我黑 然后呢这个小孩子觉得说 他黑是什么 是上帝的咒诅 圣经不是也是说吗 古诗人嘛 含着厚意 然后呢这个眼泪 这是怎么 啊 如何 然后这个妈妈就跟 就跟这个孩子说 他是个很好的人 也没有做狠 也没有做坏事 你知道像咱们家这个 的花园里面 其实不是也种了 黄色的花 白色的花 红色的花 各种花 其实是都有啊 但是六岁的孩子 哦 是是是 什么花都有 然后那孩子的妈妈就 这个孩子的妈妈 继续告诉这个孩子说 你记不记得 无论这个花是红色的 是黄色的 是这个各种颜色的花 你还记得 它的种子 是什么颜色的吗 这个小孩想了想说 花的种子 大多是黑色的 哇 你知道 这个实际的眼泪巴搭 就出来了 这个出来并不是说 感觉被侮辱 是真的蛮感动 对对对 花的种子都是 大部分是黑的 黑色的种子 可以开除色彻 色彩缤纷美丽的花 让这个世界多姿多彩 他说对 那这个司机叔叔就不是坏人了 然后呢 我们应该感谢这个司机 让这个世界 充满了各种的色彩 我们是不是应当为这个叔叔而感谢上帝 我们为他应该祷告 所以我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自己非常的感动 感动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就是 身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上帝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 我惊叹这个妈妈 给这个孩子的角度 原来其实 心里面的美 才会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它是美的 我们心里面的平静 才会让我们去驾驭生命中的 所有风浪 当我们把矛头指向身边的人 他为什么这样 他为什么对我这样 他为什么这样 我们以为 我们的对手都在外面 我们以为 无人我们的问题 都是外因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 人犯罪 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 是我们自己 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 昨天晚上 我们吃了一个菜 叫咸蛋豆角 在菲律宾有一个很有名的菜 你在摊上你都可以看到 他们的咸蛋 会炒另外一个东西 炒什么 苦瓜 去炒苦瓜 我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内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读了三篇文章 都跟苦瓜有关系 都跟苦瓜有关系 其中有一道很有名的菜 就是苦瓜 咸蛋 苦瓜咸蛋 咸蛋苦瓜 原来咸蛋 其实白吃的时候太咸 是不能吃的 苦瓜呢 是一道菜 但是苦瓜又很苦 但是当苦瓜和咸蛋配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咸和它的苦 却能够互相抵消 又不减低它的营养 我们感谢上帅 我们可以被放在各种菜的料理中 我们可以被摆上灼面 是因为我们大家能够多一个接纳 是因为我们可以多一点配合 我们多一点配搭 是因为有快的 有慢的 是因为有这样的 是因为有那样的 让我们可以回复我们里面的圣洁 这样让我们去转化身边的污秽 让我们的家 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上帝的形象来 我想这件西装还是反过来穿比较好 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向主认罪 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 会怎么样 洗净我们的罪 会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孩子就像 穿着满身污秽衣服的 这样的一个衣衫蓝绿的乞丐一样 站立在你的面前 这件衣服不是设计 这件衣服本来就是孩子生命的真实光景 因为会到内心的世界 真的充满了嫉妒 恼怒 纷争 贪恋 无悔肮脏 有多少的时间都在荒废 里面有很多的时候 真的是不圣洁 犯罪作恶 求主的保血遮盖 也求主饶恕 今天孩子愿意认罪 愿意脱下这件衣衫 蓝绿的 无悔肮脏的旧好 愿基督的圣洁的袍子 来遮盖孩子们 也让我们不禁不把矛头转向外面 去抱怨 去埋怨 我们愿意回到我们内心的世界里面说 主啊 我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 求祢救我 也愿主改变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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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